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夫在复兴时代看到了很多圆圆的东西 潘尼说那个叫维特鲁威人圆环 冬瓜守卫可以帮助我们使用这个圆环 大夫又问地上的箭头是什么 潘尼说箭头决定圆环滚动的方向 那超人就从复兴时代的第一关开始挑战 今天超人就满足一位粉丝朋友的要求 带上了白卡新人组 豌豆射手 向日葵 坚果 卷心菜头手和土豆地雷 这个是新手无人组吧 超人试一下把冬瓜守卫放在箭头上 圆环果然往前滚动了 如果把冬瓜守卫铲掉 圆环是不是就停下来了 果然停下来了 这个圆环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哎呀 超人的坚果没了 这个圆环会压变我的植物啊 僵尸是不是也会被圆环压变呢 这也看不出来是圆环压的还是弯豆射手打的呀 僵尸一直在闪 应该是有伤害的吧 哎 圆环呢 怎么不见了 这就尴尬了 这么大的圆环就消失了 超人是不是转过头了 用冬瓜守卫把圆环往回转 转不回来了呀 彻底不见了 这就过关了 我们接着来挑战一下第二关吧 那第二关超人就不把圆环往前转了 我们往后转试一下看 为什么会有三个向后的箭头 呃 僵尸踩中箭头也会转动圆环的吗 不用僵尸踩了 超人自己把冬瓜守卫 种在向后的箭头上 圆环不会把魔斗神器给压扁吧 快看 它停住不动了 也就是说 向后转它是不会消失的咯 那超人再试一下看 它还会不会往前转 好 把坚果铲掉 种上冬瓜守卫 呃 搞错了 这是向后的箭头 向前的箭头在卷心菜头手脚下 铲掉了卷心菜头手 我们种上冬瓜守卫试一下看 哦 圆环还是可以往前转的 赶紧把冬瓜守卫铲掉 不要让圆环压到我的植物了 好了 豌豆射手火力全开 面对复兴时代的前几关 满街的新手白卡五人组 非常的轻松 主要是豌豆射手伤害高 而且可以打到场外的僵尸 就算是困难关卡的四节僵尸 也扛不住啊 好的 第二关也轻松过关了 复兴时代的第三关 出现了不一样的僵尸 这个僵尸穿着华丽 手上拿了个紫色的小瓶子 大夫说雾气弄得它睁不开眼睛 潘尼说雾气有毒 这哪里有雾气啊 大夫也注意到了 这个手上拿瓶子的僵尸 潘尼说那是条香尸僵尸 用瓶子制造出毒物 什么植物可以净化掉呢 对了 就是卢慧医师了 一直以来有很多小伙伴跟超人说 卢慧医师是一个好植物 都让超人早一点开复心 拿卢慧医师 这颗植物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 超人的卢慧医师虽然已经有二阶了 但是我没怎么用过 条香尸僵尸 带着他手上的瓶子过来了 来来来 给超人看一下 你是怎么样制造毒物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地上出现了三格的毒物 看我用卢慧医师解毒 什么 卢慧医师被毒毒死了 这不是真的吧 卢慧医师你不是可以解毒吗 不仅不能帮其他植物解毒 自己还中毒了 这跟潘尼教我的完全不一样啊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哦 卢慧医师把周围的九格都染上了绿色 这是可以给周围的植物增加攻击力和攻速吗 看不太出来呀 旁边的豌慧医师攻击力增加了吗 这个条香尸僵尸 即使被击败了 他手上的瓶子还会掉落在地上 形成毒物 诶 这一次毒物被卢慧医师进化了 这次毒物被卢慧医师进化了